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进阶课程 算法应用课程的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神经网络以及人脑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并且跟大家介绍了什么叫这个perceptron,神经元以及sigmoid function 那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开始接着介绍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 以及在整个deep learning,也就是说神经网络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算法可以说叫梯度下降算法 英文也称作gradient descent,梯度下降算法 好,那经过上一节课我们知道了什么样是一个神经元 我们来看一下通常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假设是一个神经网络结构 那么我们这一层的输入层,这有三个神经元 我们把这个最开始的这一层,信息传递最开始的这一层叫做这个输入层 然后呢,这个输入层,我们看到中间这一层我们叫做隐藏层 然后最外面这一层叫做输出层 也就是说最终输出的信息从这里传递出来 那么这个中间这一层叫隐藏层 我们看到这个每一层输入层它上面都有一个箭头这个连接到这个隐藏层 就是每一个输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 就输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都和隐藏层有一个连接 也就是说每一个隐藏层它的值是由于多个输入层以及它们的连接决定的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讲到这个连接呢 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我们跟大家讲的叫这个先是一个权重 对应权重相乘也就是wx 对应权重相乘之后求和加上一个这个biasb就是偏号 然后呢,再通过一个这个sigmoid function啊 通过一个1除以1加上e的-x方这样一个sigmoid function决定的 所以呢,在算我们每一个输出层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输入层的值和它们这样每一条线是对应一个权重啊 这样一个权重呢乘以每一个输入层的值分别权重乘以输入层的值 权重除以输入层的值 权重除以输入层的值 加在一起之后加上一个b 然后呢,把这个总总和我们就上节课叫做z 然后我们呢,对它再进行一个非线性的转换 也就是对sigmoid function 1除以1加上e的-z次方来得到下一层的值 我们后面会大家通过例子来详解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啊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隐藏层,也就是说在这个输入和输出层之间 那么通常呢 稍微复杂的点的这个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会超过一个隐藏层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有输入层 我们有两个隐藏层 我们有一个输出层 那我们这个课程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深度学习 这个深度,这个深,这个deep learning的deep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网络结构比传统的这个 神经网络要深 也就是说我们的层数要多 变得更加多 那么也就是说,往往有多重的这个 hidden layers 也就是说这个隐藏层有多层啊 这个深度学习的深度主要是指的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一个最简单的 网络神经网络结构啊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称作它为这个multi layer perceptron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这个multi multi的意思就是多个是吧 layer就是这个 把这个multi layer perceptron layer的意思就是层的意思对吧 所以就是多层的一个这个 神经网络结构 那么通常我们指的是三层啊 所以multi layer perceptron呢 指的是一个最基本的神经网络啊 是我们通常不算这个输出层 数的话就叫做两层 就比如说上面这个神经网络结构 我们不算输出层的话 有一个输入层 有一个隐藏层 就是两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么下面这个结构呢 我们不算输出层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个输入层和两个隐藏层 就是三层的神经网络啊 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function 它其实是一个sigmoid function 就上一节课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啊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个perceptron 因为perceptron是基本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在零一之间取之的啊 但是由于遵循传统呢 大家还是把这一类神经网络 叫做这个multi layer perceptron 大家可以意识到 其实它指的是一个sigmoid neuron 它并不是一个perceptron 这是这里 我们只是遵循一个传统的叫法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要讲的这个实际问题啊 就是最简单的 往往我们开始认识神经网络的时候 都用这个识别手写的数字来举例子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要识别一个手写的图片啊 我们看到这里是放大 稍微放大一点这个图片 那么我们用肉眼来看呢 很容易看到 这是一个阿拉伯数字9 但是呢 我们让资算机如何来自动识别这个图片呢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些图片相关的知识啊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学图像了 就是说 以每一个图像呢 我们上节课也讲过一点 就是说 它是一个如果是黑白的图像 灰度图呢 它就指的是一个这个 n乘m的一个矩阵 也就是说看它有 它其实是一个矩阵啊 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方格就是一个像素点 那么对于彩色的图片呢 我们其实是有三个矩阵 分别在这个红 就是R Red G Green 绿色 Blue 蓝色 红绿蓝 三个频道上有三个矩阵 综合在一起啊 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是一个黑白的图片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矩阵 所以我们 举例子啊 假如说这个图片呢 它是有 这个矩阵有64行 有64列的话呢 那么这个图片就我们就成为它的维度是64乘以64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总共呢 我们想想把这个图片假如说 摆成一个平的 也就是说把一行64 下一行64摆到这里 把它变成一个 它总共有多少个神经元呢 也就是64乘以64 对吧 一共这么多个像素点 所以一共64乘以64是4096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里面啊 每一个像素点就对应一个神经元 那么这个 简单是64乘以64的这个图片呢 就有4096个神经元 所以我们要模拟它呢 我们要在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入层里面 要建立这个4096个神经元 来表示这个图片 好 这是这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换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这个图片 它的这个维度是28乘以28的话呢 那么总共的输入层 我们有多少个神经元呢 就784个 对吧 因为28乘以28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图片里面 总共有784个像素 每一个像素对应一个神经元 所以呢 我们在输入层就需要一共这个 要有784个神经元 好 这里呢 就是如何我们将这个图片本身 这样一个问题和我们所建立的模型深度 就是这个目前我们简单的就是两层的话 就是一个神经网络把它结合起来 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对它进行识别呢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给它进行识别 对不对 那好 假设我们现在输出层只有一个神经元 就类似我们看到是这样一类似这样一种结构 只有一个神经元输出层的话 那么我们如何来做决定呢 我们把输入层的数值输进去以后 经过一系列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的更新 我们这个输出层 的值 我们假设所有的神经元的值都是在01之间 就像我们上次定义的这样啊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就是说我们输出层 它的输出来的值 如果是大于0.5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数字是9 如果小于0.5呢 我们就说它不是9 这样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识别方法 就是说我们输入层 每一个神经元对应一个像素点 我们经过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权重之和和这个 非线性Sigmoid function的更新到下一层 下一层再依据权重之和和非线性更新之后 我们得到这个输出层 输出层的值 如果是大于0.5的话呢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就是9 如果小于0.5呢 就认为不是9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啊 好 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个叫Feed Forward Networ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这种神经网络中啊 一般它是指没有这个循环啊 信息单单向是向前传递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看到这种例子都是属于Feed Forward Network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循环是吧 所有的箭头都是朝前从后往前指的 没有说某个箭头指回来形成一个循环 所以这一类网络呢叫做Feed Forward Network 也就是向前传递的神经网络 我们在本节课程呢 就是大部分的这门课程都会局限于这个 叫Feed Forward啊 就是单向向前递进的这个神经网络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通常呢我们拿来一个实际的例子的话 可能人们在这个纸上 比如说写了一些手写的这个阿拉伯数字啊 比如说写了这么一串数字 然后我们扫描出来是这样一个图像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它用计算机来识别出来 它是几几几几几是哪几个数字 我们肉眼呢非常的善于辨别这样的数字啊 上节课跟大家讲过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之后 非常善于识别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 很容易看出来这应该是个5 这是0 这是4 这是1 这是9 这是2 那么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 我们是这样一个程序呢 我们先跟大家开始解释一下啊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一个叫segmentation 也就是一个分层啊 分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因为计算机并不知道这哪一片区域表示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简单的算法 把这里面的数字来分开啊 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这节课要讨论的范围啊 因为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算法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这个图像处理上有一些基本的方法 可以把这里面的数字啊 通过这个分层segmentation方法来分开 分开了以后呢 我们就从一张图片分割成了这样六张图片啊 我们看到每个图片啊 它对应的是一个数字好 那么我们主要针对的问题就是说在分成这六张图片之后 我们如何来识别每一张图片上的数字 比如说第一个数字我们如何识别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细节 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的这个识别的方法呢 是通过这个 是通过这个 new network啊 是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来给大家识别 好 那么我们 假设这个数字 它取来这个数据集 它是来自于这个minister dataset啊 我们上次跟大家也说过 这个著名的数据集呢 那它所有的这个图片 它的大小呢 都是这个28乘以28的 也就是说这个图片所对应的矩阵 它的长度和宽度都是28 它的像素点呢 一共是28乘以28 也就是784个 那么 在这里我们建立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两层的神经网络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不算输出层啊 这样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就把它叫做两层的一个神经网络 我们看到啊 我们输入层呢 因为我们这个图像 它的大小是28乘以28 等于784的这样一个大小 所以呢 我们一共有784个像素点 那么每一个像素点呢 我们就要建立一个神经元 所以这里呢 我们当然图像表示的画的比较少 但实际上我们建立的是 这个输入层上 一共有784个神经元 好的 那么 这个 中间隐藏层呢 我们要建立多少个神经元呢 这个呢 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也是通常根据我们的先验知识 和实验来决定的 它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值 假设我们这里啊 建立就是有15个隐藏层神经元 就是在隐藏层 我们建立15个神经元 那么在输出层呢 我们需要建立多少个神经元呢 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里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数 每一个数字分类 对不对 我们分 可能分到的类别 分别是几呢 那我们 作为一个常识 大家都知道 这个阿拉伯数字呢 它是从0到9 一共有10个数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图片 我们分类的结果呢 可能是0到9中的10个数字中的任意一个 那么我们相对应呢 通常就在输出层和我们要分的类别的个数是相吻合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分为10类 那么我们就做10个这个神经元作为输出层 那么每一个值呢 到时候我们都 每一个这个神经元都会得到一个值 到时候我们通过这个输出层的值来看 我们把这个任何一个图片放在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它到底是应该归类为几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输出层一共有28乘以28等于784个神经元 然后我们的中间也就是隐藏层呢 我们设置了15个神经元 但是这个数字是灵活多变的 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讲这个细节 我们怎样来调节这些参数 假设我们现在定了是15个神经元 那么在输出层的每一个神经元代表一个像素的值 大家记住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通常我们要把这个每一个神经元的值 它的范围是在01之间 因为根据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SIGMOD function 它的这个范围定义是在01之间的 所以当我们这个图像的像素通常原始的时候 每一个图像它的像素是在0到255之间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转化成0到1之间 这个比较容易啊 比如说任何一个数 我们除以255 我们就把0到255之间的这个像素值 转化成0到1之间的一个像素值 那么0代表呢 就是说假设一个图片是一个像素是完全是白色的 我们就说它的这个值是0 如果一个图像呢 它是纯黑色的 它的值就是1.0 这个像素点 那么所有的像素点呢 都在01之间 也就是说 可以说0.5的话是灰度 接于0和1之间的 这个黑白之间的 假如0.8呢 可能就是偏黑一点 比如说偏浅色一点的 可能是0.2或者0.3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 我们每个像素点的值 也就是输入层的这个值的范围 有一个定义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输出层 一共有10个神经元 分别代表手写数字 可能识别的0到9 这10个数字 我们看到 输出层一共10个神经元 所以呢 第一个神经元 假如说 在我们通过这个神经网络 一系列计算之后 我们得到了输出层的 这个第一个神经元 也就是代表0的这个神经元 它得到的值是1 如果其他的这个数值呢 都小于1 那我们就把这个 灌进去的这个图片 输入的这个图片 它的结果就是被分类为 识别成1 就是说 我们假设是在第一个 第一个神经元 也就是在0对应的神经元的话 我们就识别为0了 只要看我这写错了一点点 就是说 我们假设第二个神经元 就是1对应的这个神经元 它的输出值最大的话 假如说它等于1 别的神经元都小于的呢 它的输出层 它的这个图片呢 就被分 分类成 识别为数字为1 是吧 我们看到 所以看哪一个神经元 它的值 和别的神经元比较 我们得到 这个图片被识别为 这个哪个分类 好 那么大家可能关心 这个隐藏层是什么理解呢 因为输入层和输出层 都比较好理解 对不对 输入层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对应的像素点 输出层呢 就是对应的分类 那这个隐藏层到底是干嘛用的 其实它就是学习一些 我们这个图片啊 从最最低最原始的这个像素级别 到这个最高的概念级别 它中间的一些特征 是通过隐藏层来学习来的啊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更好理解这个隐藏层 它学习到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隐藏层呢 它可以学到图片的这个不同部分 比如说某个隐藏层的某一些 它这个神经语言 它学到可能是这个图片的这一部分 有些隐藏层呢 它能学到图片的这一部分的形状 有些隐藏层它能够学到这一部分 那我们看 假如说这四部分组合起来呢 这个图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像是多少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对的同学可能想到 这个可能看起来像是个零是吧 好 我们看到 我们如果把这四部分组合起来呢 这个图像是个零 所以我们隐藏层呢 其实是学到了图像的一部分特征 然后在这个输出层呢 我们把隐藏层的信息 这个 结合起来能够得到一个更全面 更高层的一个语意方面的信息 就是这就是一个例子 比如说中间层这个隐藏层 我们学到不同部分的这个数字 那么最后做决定的这个输出层呢 就可以把它归类成零 这就是一个基本神经网络 来识别图像的一个雏形 一个基本的概念 当然还可能有很多方式做出这个分类决定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分的类是十个类别 为了简单期间 而且一般的神经网络系统 我们都是这样设置的 所以我们给输出层设了十个神经元 好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梯度算法 就是和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叫Minist Database 之前第一集合作跟大家介绍过 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由这个著名的神经网络学专家 杨乐坤 他们 这就是来 为作者来给大家呈现的一个 他们自己收集的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集呢 它一共有六万张 这个example 这里面指的就是图片的意思 一共有六万张图片 那么就是说 一共有七万张图片 我们这个六万张图片呢 是作为这个训练集 然后一万张图片呢 作为这个测试集 每一个图片呢 它的这个大小都是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这个28乘28的 它都是一个黑白的这样一个灰度图 好 那么呢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 然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是如何来通过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结合我们的神经网络 来识别这些手写数字的 好 为什么有的人同学可能就是比较好奇说 为什么这个叫Minist Dataset 这个多结了一个 Minist 它其实是一个简称 简称呢 指的是这个Modified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它其实这几个字母的一个简称 它们是一个标准的数据库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集呢 我们的目的是用这个六万张图片用来训练 然后还有一万张图片的来用来测试 这些图片的来历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从扫描这一国家 美国国家的一个这个科学机构 它一个科学标准机构 有250个员工手写的字体而来的 这个图片是以这来收集来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训练 所以呢 输入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看到了X 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程里面的X 可以是一个向量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因为具体有这个数据集了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谈一下细节 也就是说我们数据图片是28乘28的 所以一共是784 那么这个向量呢 就X它的这个维度 dimension它就是1乘784 它有784个值 这样一个向量 是吧 然后呢 每一个值呢 就代表一个灰度图片中的一个像素值 那么Y呢 我们指的是什么 指的当然是输出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输出的话呢 我们因为有10个可能性 这个数字分别是0到9 所以呢 我们这个Y自然而然 就可以理解成 是一个10D的一个向量啊 所以X它的dimension 是784 然后这个Y呢 它的dimension是10啊 所以我们对XY 现在就有一个比较细的了解 好 那我们假设一下 我们在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如何来 对应上这个输出和我们的识别 数字图片的现实意义呢 假设某图片 它这个数字是6的话啊 那我们理想的输出其实是什么 就是通过计算之后 我们理想这个输出的Y 它应该是这样啊 这是一个向量 对不对 这个T表示的是一个矩阵的转置 Transpose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1乘以10的这样一个矩阵 是吧 也可以叫做一个向量 那么把它转化成一个纵向的一个 10乘以1的 也就是说 我们理想的输出呢 就是说 我们还记得每一位 它对应一个数字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第一位 它对应的这个数字是0 第二位对应的这个数字可能是1 第三位是2 3456 所以在这一位呢 刚好是6 所以我们理想的输出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输出层不是有10个神经元 对不对 大家看到 我们刚好是在 这个神经元上得到的值是1 在别的神经元上得到的值是0 这样的我们就是一个理想的输出 好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来如何建立这个目标函数 我们来如何解决这个来计算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要用的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 我们的目标是干嘛呢 我们的目标是在神经网络中 我们已有的知识是什么 我们知道是这个像素值 也就是我们输入初始化的这个x 对不对 那我们的目标是要给它正确的 通过计算以后 让它能够输出我们的分类的这个输出值 也就是说我们真实的y 对于训练期的话 我们是知道的 对不对 每一张图片 我们有一张图片进来 我们知道它真实的值是多少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要算 这个神经网络里面 它的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权重 w和b bias和这个偏向 因为这个神经网络 它是由这个权重w和b bias这个偏向决定的 我们每一个这个一条边 就对应了一个权重和一个偏向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寻求 在这个网络经过学习的过程中 学出一个最优的这个w 权重和b这个偏向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用这个梯度下降 也就是说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来算这个权重和偏向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函数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来 最大还是最小化的某一个函数的值 把它用这个数学的模型来概括这个神经网络 好 那对于这个gradient descent和这个neural network 我们建立的这个目标函数呢 是这样一个函数啊 我们大家一个一个解释 就是说C代表的是cost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函数啊 这有好几种叫法 还有一种叫法叫这个loss function 有人就叫这个损失函数 或者叫objective function 目标函数都是一个意思啊 cost function loss function objective function 在这里都指的是目标函数 那么目标函数呢 它里面有两个参数 对不对 一个是这个w w就是我们上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权重 是吧 每一个 这个神经元都有个对应的权重 第二个参数呢 是b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偏向 bias 大家还记得上节课跟大家讲这个b是从这个我们最初定的这个预值来决定的是吧 b等于一个预值的负的预值这样一个数 那么好 也就是说多多难让一个数他的最后的这个权重求和之后能跨过0.5啊 能到1这样就是一个bias 好 那么这两个值呢 这两个参数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出来最优的这个w和b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nn是什么意思呢 n的指的是这个训练数据集的实例个数 也就是说我们一张图片也可以当做一个实例 对不对 我们拿进放在这个神经网络进行这个计算 那么一共有多少张图片 或者说 从广泛来说的话 也许它不是图片 可能我们来训练 呃一个这个文字的这样一个呃 神经网络也可以 他泛指的是我们有多少个训练集里面有多少个实例的个数啊 在这个具体的例子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这个minis的dataset里面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这个我们这个n等于多少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对 有同学可能还记得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数据集呢 我们一共有这个大家刚才看一下啊 我们一共有这个6万张图片作为训练集 所以呢我们这里面的n就等于6万啊 每一张图片就是一个example就是一个实例 那么这里面有6万张图片 所以我们的n就等于6万 好下面这个求核函数 求什么核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x呢其实指的就是输入值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图片输的时候 我们这个像素值那大家记得我们对于这个minis的dataset具体的例子 这个数据集的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一共有这个28乘以228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共有这个28乘以28有784个神经元 所以呢我们这个x一共有这个是一个向量啊 它一共是784为的这样是吧 所以呢它是一个输入值 那么a代表什么呢 a代表呢是输出值 也就是说当x是输入的时候 我们通过进行这个神经网络传输的这个运算之后 得到了最后这个输出值啊 得到了最后输出层上这些神经元的值 我们把它标记为a啊 那这个yx什么意思呢 y指的是输出 也就是说真实的这些训练集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图像 它应该是属于哪一类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手写汉字 它是属于哪个数字 那么它真实的这个输出值是yx 也就是说y是属于x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a呢是当x是输入的时候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里面算出来的这个输出值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符号呢 它指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向量的一个长度 这样一个函数啊 也就是说简单说的话 就是说两个向量相减之后 对应我每一个 值求平方 然后再加起来 也就是说 x1-a1 括号的平方 加上x2-a2括号平方 把它所有平方求和 然后再开方 这样就是一个这个向量的这样一个长度啊 这是这个限义代数里面的知识 好 那我们再给它求平方 然后我们根据所有的x x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 这是个向量 它的维度是784个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x对应的x和这个 出处值带带进去 然后我们算出来 这样一个求和 然后再除以2n 它相当于是一个平均的这样一个 一个cost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当做我们的目标函数 为什么这么衡量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yx呢 它指的是我们当 这个 我每个图片放进去的时候 放在神经网络里面的时候 它的这个实际上 它的这个输出是多少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几这个图片啊 那么这a是我们神经网络里面算出来的这个预期的期望值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说需要一系列更新之后呢 我们的一定要达到这个我们预测的值 这个输出值 a和这个yx实际的真实的这个 这个标记 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 这是我们的目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在这个 目的之下 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啊 叫cost function 一个目标函数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呢 要让这个c啊 这个整个这个值 越小越好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输出的这个预测值和真实值的差别越小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目标比较明确了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要最小化 这个 w 这个 weight和这个bias 就是我们要调整训练神经网络找到最好的这个 weight和bias啊 训练出这个weight和bias 然后使这个c是这个cost最小化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具体用这个t度下降 也就是说gradient distance的方法 来最小化这个值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cost的方式里面 它里面有两个 有有 有两个这个参数 一个是w 一个是b权重和这个偏向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假设啊 我们给大家假设一下 假设 我们现在有一个 方程是吧 我们不先不考虑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就是假设一个 方程里面有两个变量啊 叫cv v是一个向量 相当于我们之前的x 我们现在有两个变量一个x一个v一个v2啊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 这个cv里面c是相当于这个输出啊 我们一个 二元变量的这样一个方程 那他在这个空间中呢 我们可以画出来他的图像呢 是这样一个三维的是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有两个变量 我们看到两个轴 这个v1轴和v2轴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高度呢 就表示我们的c 是吧 这个纵轴表示的是c的值 所以呢 这个任何一个c 对于这个二元变量这样一个方程呢 在这个空间中画出图来是一个曲面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样一个曲面 那么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干嘛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最小化这个c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曲面上的最低点是吧 然后呢 是整个这个c值最小 这是我们的目的 对不对 那么 但是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假设有两个变量v1和v2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时候 在neural network里面呢 我们这个变量的它的这个维度可能是非常高的 不只是二维的 可能是成百上千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变量消少的这样一个曲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说可以用微积分来解决一个最小化问题 但是如果v包含的变量过多的话 我们就不容易用微积分解决 所以呢 我们现在如何来解决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叫做t度下降算法 gradient descent来解决 那什么是gradient descent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一步一步来给大家解释 为了让情况更简单化一点 让大家好理解呢 我们现在考虑更简单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变量 就我们原来小学学的这个y等于fx是吧 一个方程 它只有一个字变量 x有一个y 那么假如说它是一个二次函数 我们看一下哦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画的图一样 我们这个图呢 假设我们的这个方程是叫gx 我们叫gx也好 叫yx也好 无所谓 这是一个这个y值啊 方程值 那么横轴呢 就代表我们这个x啊 就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我们记得二次方程的这样一个图像 一般是一个曲线是吧 好 假设我们的是有一个变量的一个方程 它的图像是这样一个样子是吧 是一个抛物线 好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啊 这个gradient descent 它是怎么样来找到合适的x值啊 使这个是这个方程的这个y值达到最低点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哈 假设我们初始点的x是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唯一的一个变量它x在这里是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x值来更新目前的x值 而是这个整体的这个 y值啊 也就是这里面的j最小 那我们如何来找呢 这个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t度下降的算法是这样一个思路啊 就是说首先我们对 这一点 对jx这个方程在这一点求导数 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 导数这个微积分基本概念告诉我们导数在这个里面的几何意义就是它的一条切线对不对 那么这个切线呢我们如何来衡量它这个导数呢 也就是说它的切线的斜率就等于它的导数 对不对 那么斜率怎么计算呢 我们大家还记得中学的学过就是说 首先 这个三是我们来画一个直角的坐标是吧 一个三角 然后我们这个高度 除以这个横坐标这个宽度是吧 也就是tangent这个角 这样一个角度是吧 所以呢 我们 这个直线是这个方向的是吧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斜率是正的是吧 我们这个 y的变化 除以x的变化 得到斜率 那么这样一个斜率是大于0的是吧 好 我们现在就让x更新一下 怎么更新呢 就让x减去 它的导数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斜率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 x减去 刚才这个斜率是个正值对吧 因为它的高度除以它的宽度 横线的方向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 y2-y1除以x2-x1 这样这个斜率 本身它是一个正值 那么x 让它更新为x减去它的斜率 那么x变大还是变小的 减去一个正值当然是变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x下一个点可能会更新到这 我们看 我们是往下走的 是不是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个y值的最低点 或者说叫这个j jx 这个方程的最低点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我们x减小之后呢 我们是往左边走 那么我们使y值 或者叫是jx值变得更小了 那我们接着 再画一条切线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再画一条切线 我们再求这个导数 就导数之后呢 我们这时候导数它的斜率还是正的 所以呢 我们又减去了一个正值 我们x进一步减小 是不是 可能跑到这来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方程值也在减小 所以呢 我们就不断更新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x值变量值 慢慢的会找到这个最低点 那同学们可能会说 如果呢 我们不在 我们初始的这个x的值不在我这个曲线的右边哦 在左边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左边情况 假设我们的变量x值在这个点 xn这个点啊 那么我们还是对他求导数 这时候呢 我们的斜率是 这条切线 它的斜率是吧 就是这个y 它的变化除以x变化 但是因为 这个斜线的方向 这个直线的方向是往这个方向倾斜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斜率是负的是吧 因为我当y减小的时候 我们x增大 那么斜率是一个负值 但是我们的方程是 让x本身减去一个负值 什么意思 负负得正 就是减去一个比零小的数 那么答案呢就是 增加 对不对 减去一个负值 就等于加上一个正值 所以呢 我们x这时候反而增大 那我们就知道哦 我们的初始点如果在这的话 我们减去一个负值的话 就等于说加了某一个值 那我们x增大以后 我们看我们的趋势仍然是对的 就等于说我们向右移动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方程值也是减小 我们大家看这就是这个 梯度下降算法比较巧妙的一点 就像一个巧球一样 我们在这滚动的时候 他总是朝下滚动 不管是他在左边还是右边 那么希望通过我们通过同学们通过这样一个二 这个一元变量啊 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来理解他这个 梯度下降算法基本的一个思想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 我们现在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啊 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两个变量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 那我们假设两个变量 名字叫θ1和θ2啊 就对应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W和B 有两个参数一样 有两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这时假设我们的这个方程值就是这个高度啊 就叫J 就是我们的输出值 那么他的这个对应的方程是一个曲面 是吧 在3D空间中一个曲面 因为这个图像呢 如果超过三维的话呢 人脑一般就不好想象了 所以我们这里举的例子就是两个变量 然后一个Y值是吧 就是会叫J 这样一个输出值 我们是一个二元变量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他的这个图像对应的就是一个曲面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想象一下 我们站在这个 我们初始点是在这个曲面上任意一点 假设在这里的话 那么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个曲面上的最低点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是要这个目标函数最小化 那我们怎么来找到最低点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要找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小球 或者一个人在这个山上站着 我们需要迈出去一步 那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呢 迈出的一步就是对 这两个变量分别求偏导数 就有点像我们一元变量中 对这个曲线求导数一样 求完之后呢 我们减去这个导数 乘以某一个乘数啊 这个叫N 这就叫一个学习率 也就是说乘一个小数让我们 更新一点点 也就是说迈出一步 然后我们这时在用同样的法子来不断的更新 我们的这个θ1和θ2 最终呢 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最低点 但是呢 这个最低点呢 它不一定是全局最优 它可能是局部最优 因为我们看到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起始的位置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能这样走 就走到这个最低点了 但是也许我们初始点在这的时候 我们在更新的时候呢 就朝这条路径走 就走到这个最低点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二维的情况啊 现在下面呢 我们就给出这个 提度下降算法的更新方程啊 这个w就是我们对原始说的这个weight啊 这个箭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它的值更新为wp啊 它以下值那怎么来更新呢 那更新方程其实就是 它原来本身的值减去一个数 什么数呢 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啊 这个c就是我们的cost function 就是目标函数 这个符号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是求偏导 也就是说我们对 以这个cost function 对它本身 w求偏导 再乘以一个n 这个n呢 指的是这个 学习率啊 这个学习率就决定了 我们这一步走的大还是小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详细解释 这个学习率来怎么调整啊 但现在大家都记住就是说 只是求偏导的乘以一个学习率 然后我们让w等于 它本身减去这样一个值啊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 它更新后的值 那么同样呢 对这个b bias这个偏向呢 我们也是给b本身减去一个cost function 对b本身求偏导 再乘以一个learning rate 就是学习率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不断更新可以使 我们最终呢 找到这个合适的w和b 而让它这个方程值最小 这就这个基本思想 这个算法呢 就我们就叫做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梯度下降算法 但它有几个条件 一个是我们要记住啊 我们不一定找到的是全局最优 最低点 它可能是一个局部最优 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目标函数 也就是我们这个 不管是这个j这块 还是我们后来说的这个cost function c 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目标函数呢 它的形状必须是一个t凸函数 什么叫t凸函数呢 也就是说它的形状是这样一个碗状的 我们看到啊 第三呢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learning rate呢 它会不会变化呢 我们可能想开始我们找的时候 可能要一步卖大一点 在快找到这个根本点的时候 我们要变小一点 那么其实呢 这个神经就是神经网络里面的这个t凸下降算法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这个learning rate它自动会减小 为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 这个 假如说在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求一个 它的斜率的话 求导数的斜率的话 它是不是相对来说 它不是很倾斜 所以我们这个数会比较小一点 而不是太小 但是我们在 更新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曲线变得更 更缓 更斜度更大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再求这个导数 也就是说 高度的变化除以宽度的变化呢 我们是不是会变得更小 所以 它在更新的时候呢 自然的会越来越 走的越来 步子迈的越来越小 这样的就是我们说 这个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它这个 学习率它会自动减小 好 那么这节课呢 跟大家介绍了 基本的这个神经网络算法的结构 以及梯度下降算法 我们下节课呢 将跟大家接着来介绍 梯度下降算法